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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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结了一下 有舍不得暑假拦叫的 有舍不得家乡亲朋好友的 还有舍不得那一份互相美食的 前两项嘛 同学们确实得自己克服克服 不过一说到吃 实权实美可是责无旁贷 不要以为离开家乡 就吃不到地道的家乡美味 在咱们包罗万象的重庆 想用舌头表达思乡之情 可是非常好实现的嘛 实权实美今日特别盘点开学季 重庆求学也能吃到家乡味 在重庆一言望去 似乎只有大麻大辣的火锅江湖菜 北方的同学表示 对吃辣负担有点大 同学别紧张 其实这里有递到北方美食 给你回家的味道呢 老北京的东来顺 可是响当当的中华老字号 他家的涮羊肉那是九富盛名 想吃上一口地道北京涮羊肉 却无奈感叹千里之隔嘛 不要着急 在重庆找的地方 老北京东来顺涮羊肉 尽在咫尺 瞧瞧锅底正宗 东来顺清水锅 用的是龙虎山泉 冲鲜水锅 然后放一点香菇 海米和那个姜 大葱就可以了 对就清汤蒜出来的羊肉 才是能吃到羊肉的本味 羊肉选材也很北方 东来顺在内蒙 乌兰茶部有自己的基地 所以它的羊 每一头是可以缩圆的 这个是乌猪木杏羊 这个是属于绵羊系的 绵羊 蘸料也毫不马虎 给你地道老北京味 再瞧瞧这涮锅 可是大有来头的呢 这个锅是景泰兰的 东来顺的一个国家专利 这是咱们中国的国宝 集的工艺 加斯法 做出来的这样的一颗锅 所以是堪称国宝集的锅 在蒜肉 时刻们这么评价这家店 北方带了露连 还是可以多成功的 多成功感觉感 我们的美食特派员 也身体力行 给予味道大大的肯定 刚我试的这些肉 真的超级嫩 就是那种完全就是 入口即化的感觉 是的 是的 既然方方面面都透着股 老北京味 那才敢推荐给咱们的同学们了 开学季 重庆求学也能吃到家乡味 东来顺老北京涮羊肉 店铺名称 东涮西烤 人均消费80元左右 看看这优美的舞姿 似乎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新疆 在外求学的游子们 一提到新疆 估计脑海中 蹭蹭蹭地窜出的是 可口的手抓饭 香嫩的烤羊肉 还有美味的囊了 而这些同样能在重庆吃的原滋原味 正宗 外地的朋友给了这极高的评价 来看看手抓饭 金黄的米粒苛苛分明 羊肉软糯入味 没错 这就是地道的新疆味道了 真正的手抓饭没有什么其他七七八八的东西 就是胡萝卜的本人和一点羊肉 除了手抓饭将羊肉与米饭胡萝卜完美融合外 在新疆羊肉的吃法还有很多 比如这烤羊腿 肉质很丰富 然后肉质很细腻 知道它为什么没有煽味吗 为什么 其实不仅仅是处理夺当的原因 它这个是来自内蒙的绵羊肉 绵羊肉本身就很少的煽味 选择一岁以下的绵羊肉做食材 搭配密制新疆风味 腌料腌制 这羊肉才细嫩入味 别具一格 食客们也才会发出 如此感慨 这道菜 羊腿 对 羊腿 羊腿 开学季 重庆求学也能吃到家乡味 新疆手抓饭烤羊腿 店铺名称北疆饭店 人均消费70元左右 广东的同学们看到这一幕很亲切有没有 手打牛肉丸想想就流口水的老广味道在重庆也能有 用七八斤的铁棍敲打牛肉50分钟直至成为肉泥 再制成牛肉丸 等待进入潮汕特有的牛肉汤锅中爽烫 至于口感嘛 这牛肉丸好口腾嘛 对 而且咬下去过后有一种那个症呢 有点症 但是它一头又不是那种症 我们说两个包 将牛肉丸 说到潮汕牛肉 最出名的当时五花八门的牛肉种类了 牛肉除了种类多 涮汤方法也各有不同 这个潮汕牛肉的话也比较香 它每一个部位的话 这个涮汤的话实际不一样 这个是涮汤煎啊 涮汤汤15秒左右 这家潮汕牛肉 老板是广东人 大厨也来自广东 我是广东潮汕 从软件到硬件 都有着浓浓的老广味道 开学季重庆求学 也能吃到的家乡味 潮汕牛肉 店铺名称牛腐 人均消费80元左右 吃完广东菜 再来用美食安慰安慰 湖南同学的有效心灵吧 香菜虽与川菜一样 以辣出名 然而细数起来 还有着诸多区别 身在重庆 虽然有辣 却往往让湖南的同学们不能忘怀香菜的那口特别的辣味 石泉石美立刻为各位推荐一家正宗地道的香菜 一解游子们的死香之情吧 一说到香菜 不端上一份剁椒鱼头 那怎么说得过去呢 对 我们现在是 这个是属于那个酱香的酱椒 酱椒 对 我们也有那个红色的剁椒 剁椒 鱼头选用重大三斤的花莲鱼头 采用酱椒调味增香增辣 连不爱吃鱼的小伙伴也点了个赞 不是很喜欢吃鱼 但是我觉得那个还可以 还可以 店家说了 他们家就是认认真正做香菜的 对对 我们做的就是传统的这种香菜 对对对 而且非常实惠 开学季重庆求学也能吃到家乡味 剁椒鱼头 店铺名称阿瓦山寨 人均消费45元左右 攀点完了天南地北的美食 迎来开学季的同学们 是否从味蕾上得到了安慰呢 虽然身在异乡 也能品尝到正宗家乡美味 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学习呢 同学们加油了 这个夏天让你足不出户 在家就能做出星级美味 十全十美酒店美食季 星级酒店大厨与你相约 手把手教你在家DIY美食佳肴 就在每晚21点20分 十全十美 十全十美有滋有味 我是小光 今天呢我们依然是来到了重庆越来温德姆酒店 今天我们将会继续请到星级大厨 来教大家做这个在家做出星级料理 我们今天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David 欢迎David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主成为主大厨 重庆越来温德姆酒店西餐大厨 拥有20年高级厨师经验 擅长创新各种中西结合菜品 然后我今天跟大家带来一道就是纯素食的 纯素食 纯素食 这个素食其实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特别特别喜欢 第一个健康 第二个现在大家也都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身材观 对吧 所以很多人希望吃一些少油荤 现在比较流行嘛 对 比较流行 少油荤的 那今天这个素菜不会是那种仿生的那种 就是仿荤菜那种素菜 不是 纯的 纯的 粗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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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知道素菜叫什么名字呢 这个是毕鲁藜麦烧玉珠 毕鲁藜麦烧玉珠所需食材 藜麦 萝卜盐 白糖 老抽 生粉 食用花 这道秋季养生素食食材倒是简单 不过这粒麦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东西以前我们建的很少 但最近这两年建的特别多 首先它那个粒麦就是粗粮一种 特别适合那个孕妇 还有呢 其实我知道就是这个粒麦 有很多人会把它办沙拉 或者是当健身餐的时候会吃 它运行的营养成分其实非常多 对吧 所以它吃了之后呢 对人的身体特别好 而且它又是属于粗粮 它里面的那些什么各类的维生素含量 其实也比较高 据大厨介绍 黎麦是一种类似于小米的粗粮 一熟一消化 口感独特 营养价值高 用来做秋季食补 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那我们这个粒麦和我们一般平时做健身餐的粒麦 我看这个颜色有点不一样 这个是里面我加入了一些调味 放了一点那个生抽 少许放了一点那个盐 盐 相当于是给它一个底味 给它一个颜色 对 一般如果我们是拌沙拉那个粒麦 看起来是白色的 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菜名当中说到的粒麦 就是粒麦出现了 烧玉珠 玉珠呢 我就是用了这个萝卜 白萝卜 这个巧妙了 这就是我们中式菜品里面的厨师的巧思妙 想 玉珠就是白萝卜 对 用素食嘛 素食我就采用了那个萝卜来做 然后我就把它做成那个球形状的 哦 挖一点 哦 用这个小勺子 然后对对对 好 就挖个五六个就行了 对对对 先把那个萝卜 煮熟 煮熟 上色 上色 煮的过程中 然后这个萝卜球啊 少放一点那个盐 盐 对 有一点底味 有点底味 对 再来一点 是用老抽吗 老抽 老抽上色 对 上色 哦 让它的整个颜色和那个藜麦的颜色 它是一个相对来讲统一的 对对对 哦 再少许它也一点白糖 白糖 提味 好 这个萝卜球其实平时在家里都可以这样做 嗯 然后这个比较素食嘛 清淡嘛 对 而且我觉得有心意 就是因为萝卜 我们一般在家就是炖炖汤啊 对吧 然后最多呢 可能就是切个丝儿凉拌一下呀 但是其实像像刚刚David大厨做的这个 我觉得确实第一次看到 比较有创意 而且一般像小朋友都不太喜欢吃这种什么蔬菜呀水果的 萝卜咱们要是弄成这个球 然后又加上一点颜色 还这么有味道 我觉得小朋友应该会特别喜欢 现在主要差不多了 好 咱们就可以这个我们的玉珠啊 起锅了 现在烧出颜色了 烧出颜色了 对 现在我们起锅之后 那接下来就是下一步是 嗯 接下来我就把那个蒸好的泥麦 然后再炒汁一下 炒汁一下 这个泥麦呀 嗯 炒汁的过程中很关键 嗯 我来帮您 第一个 第一个是用上的这个橄榄油 橄榄油要少一点 少一点 对 千万不要太多 这个 所以其实这个泥麦的话 其实我们之前蒸过 它其实已经蒸熟了 还是说是蒸到七八分熟 嗯 这个已经蒸熟了 蒸熟了 那现在我们炒汁只是为了把它的香味提出来 嗯 对 帮它炒香 炒香 之前说那个橄榄油要少一点 嗯 它这个油去多了过后啊 它都是挺嫩人的 对对对对 会很油腻 油腻 这个粗粮的东西就是少许有一点点 好 我现在炒好了让您来 嗯 用一个模型 哦 专业工具 它这样压紧了之后 它其实就成型了是吧 对对对 一个面形状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就把这个烧好的玉珠 嗯 然后我就放在上面 嗯 做点装饰 这个是枫叶是吧 又这是中国的古韵啊 对对对的 还有最后一道工具 还有还有最后一道工具 看来我是饿了哈哈哈 比较着急 那最后一道工具是 嗯 在 嗯 哎 钩 嗯 钩芡是吗 钩芡然后让它把它味 嗯 它第一个味 更浓厚一点 更浓厚一点这个味 好了 这道菜完成了 终于可以吃了 这也是秋天了 对吧 对 这是我们的秋季到了马上 我们推出了一个素食菜 素食 而且你看整个摆盘和意境 也是秋天的意境 这个黎麦就随便吃 吃了不长胖 对 一般以前我吃黎麦的话 就是比如沙拉里面拌一点 它不会就是 做一个类似于主餐的东西 它感觉更是一个搭配 在今天这个黎麦是绝对的主食 然后它的味道呢 除了黎麦那个清香之外 它甚至有一点点 回甜的那个酱油的那个香味 但是它那个韧劲还在 香味也在 所以这道菜吃了之后 第一个是有意境 第二个是绝对养生 还有一个对于女生来讲 老人小孩来讲 绝对健康不长胖 常言道 秋后萝卜赛人参 今天这道碧鲁黎麦烧玉柱 不仅有赛人参的秋后萝卜 更有被称为最适宜人类 全营养食品的黎麦 健康粗粮加上食补素食 还不赶快学起来 最后我们谢谢David 然后同样我们也要感谢 重庆越来温德姆酒店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我们也希望在下一期的 酒店美食季里面 可以教大家做会更多的 酒店新级菜品 我是小光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9月迎来开学季 也渐渐正式进入秋天模式 在家为自己做一道 食令养生美食 出门尝尝天南地北的各地美味 9月请对我好一点 那就先从吃好一点开始吧